娱乐圈属于90后的时代已经到来 上午代言最多的十大明星青一色都是90后 来看看都有谁 第十名洋洋 曾是第一代四大流量小生之一 其他流量明星都过气了 唯独他还比较坚挺 主演的微微一笑很清澄 全职高手你是我的荣耀等具口碑收拾都不错 演技好 人气颜值高 资源也不错 每年都有两三部作品上线 商务代言也还不错 总数达到17个 第九名华晨宇 人气歌手 在快乐男生获得冠军出道后 一直专注于音乐创作 吸引了不少歌迷的喜爱 今年年初 他被曝出了生有益子 但似乎影响不大 依然有17个品牌代言 第八名羊子 90后人气女星 近两年遭遇水逆期 已经许久没有作品上线了 没有可引爆的话题 商务资源就没有那么火爆了 第七公郡 今年最大的黑马男星 主演的双男主剧山河令火爆全网 从18线一跃成为顶流大咖 自然会有不少品牌找他代言 达到18个 第六蔡徐坤 当下为数不多还能火的小鲜肉 没有什么音乐才华 但凭借帅气的长相和舞台上大胆的风格 圈粉无数 且都是购买力很强的铁粉 商务资源自然好 第五理线 实力派演员 2019年凭借高田爱情剧 亲爱的 热爱的活起来的 但这两年都没有推出什么好作品 没想到商务资源还这么好 代言接不停 第四邓伦 前两年的霸平男神 参演了不少经典的好剧 这两天将重心放在综艺上 综艺赶强 智商在线 在极限挑战中收割了不少的人气 所以哪怕没有电视剧作品 依然很火 第三肖战 这两年争议颇高的流量小声 上一年遭遇了227舆论风波 陷入低谷 今年才探底回升 新接了不少的品牌代言 总数达到了21个 目前 它的发展势头很好 有不少品牌在接洽 商务资源稳步提升 第二迪丽热发 最具人气的90后小花 在其他小花都陷入瓶颈的时候 它逆势上涨 每年都有两到三部影视作品上线 且收视口碑都还不错 像今年上线的长歌行 你是我的荣耀都取得不俗成绩 不仅品牌代言接不停 好剧也是一步接一步 已经是当之无愧的第一顶流 第一王一博 也是在陈情令中走红的 他的资源是真的好 好剧一步接一步 综艺也路不停 代言更是接到手软 很火爆 总代言数高达37个 比肖战还猛 商务资源好 意味着人气高 受资本追捧 发展潜力无限 对于这十大明星 你最喜欢谁呢 那么好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